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 在上一期看完了最近存在感拉满的 IDOL新曲NUDE造型之后 这次就来看一下另一个直到新天 依然霸占榜单的歌曲造型 也就是他们正规一级的主打曲目 Tomboy 田小娟曾经在节目《我独自生活》中 带到过一句就是说 Tomboy是有从酷伊拉那里获取灵感的 那从酷伊拉可能会提起出什么风格呢 在正式进入正文前线 先来看一下mini开头的这一身 这里的造型除了外面的黑色机车夹合来自RTA 短裤、内搭还有后底鞋都来自R13 P1、网装内搭再加上短裤上一点点粗糙的边缘 如果感觉脑中已经闪过朋克或者相关关键词的话 那完全是以创作者脑内同频了 在2021年Emma Stone的版本中 影片背景设定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 在当时一股有关朋克摇满的热潮正在上演 作为本片的西服设计师 也就是如今加上Curella之后 已经是三度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奖项的 Jenny Bevan曾表示 比如Body Map、Vivian Westwood、麦坤海盗爷等等 有着朋克反叛内核的设计师品牌 都是它的灵感来源 可以说是不局限于时代背景 更关乎太多的启发 纵观MV造型选择已是如此 以朋克作为切入点 根据歌曲主题不断向外扩展元素 接下来就先看这几身晕染感十足的粉细装熟 这一套的服饰全部来自IMG啊 在这里先插入一个小娟 在三月份直播中对于Tonboy创作意图的解释 就是她是觉得这种标签是带有偏见的 而这次也是意在破除这种社会性标签 强调做什么 只是因为我是我 没有什么这是偏男性化或者偏女性化行为的说法 那再看一个随便找到的 如何成为Tonboy这男中的一条 也就是避免偏feminine的服饰下 又写到粉色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创作者的意图 那么这身造型接在Tonboy歌词的后面 相信也是有考量到 没有什么偏男性化或者女性化的色彩这样的想法 那接下来再看支撑手法 在这里仔细看可以发现 原版长裤剪短变成了袜套 挂拨短上衣腰带部分改成雷达 同样部分还可以再缝一个B1等等的改造 改衣服这个事对于各家造型师来说 那简直就是基本操作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特殊指降 如果既然前面提到了朋克作为底色 那这样的制成手法也就是DIY 当时十分适合作为一个切入点进入朋克的内科 因为DIY恰恰是朋克的DNA之一 这时不妨将镜头转换到Curella的影片中 虽然幼时库伊拉的领带设定是60年单末 但因为设计师想要从服饰上做出暗示 所以在这一直秩序的制服上也做了些文章 反穿制服 衬衫涂涂鸦 层叠的徽章安全别针附着 另外还要将它裁裁剪剪结构掉原有的结构 充足成为护腕 还有着交叉与胸前基于腰间的绑带 这就像是一种利用破坏服装原始结构 做出了极具挑衅依偎的回忌 回到MV中 叶树华在影院中的这一身也小有体现 这里外面的吊带裙装来自Praying 里面的T恤来自美窝 脚踩黑色毛钉靴 上身的鱼腕袜和T恤都有些许撕裂 如果再换上宣传照上的毛钉首饰 或者这里的毛钉抽壳的话 属实让人忍不住说一声 毛钉元素在MV中还有一个没有呈现出来 就是在花絮中看到 宋雨琪和舒华及时场景中 雨琪的半裙上是不满毛钉的 而整个的场景不仅让人想到陌路狂花 也让人累想到1996年 格力版本的酷伊拉穿着这件红黑皮草质感的大衣 在路上狂飙 之所以会想到这一幕也是因为 雨琪和舒华在这里的外套肩部 手腕部分都有同样质感的点缀 再加上前面美颜这里的大衣 更是以整个单品的呈现 相信它是有出现在灵感版上的 毕竟追溯到原始版本101招美省中 亏压了标志新装版 除了半黑半白的发色 一些黑色长裙 红色长款的手套外 还有一个就是如斗鹏般的调皮大衣 那接下来再看这几身全黑装束 这几套目前是还没有找到 服装品牌应该是整个团队 有了设计想法后制作的 在打歌服上还可以看到 不同色彩不同材质的铜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 看到黑色外套时就想到了 影片中的这一幕 库伊拉身着黑色机车夹克与 铜板汽车感到万众瞩目的晚会 脱下头盔的那一刻看到脸上写着 The future 铜板拉下电闸 提前写好的头顶王冠的 Curella陷于建筑之上 显然它将态度表明的十分明确 在MV中这种有点像旧轮胎的面料质感 以及后电间的元素 都有被很好的提取出来 这时将目光转向肩部元素 这里小娟这一身的红色外搭 应该也是团队设计的 在Curella中可以看到 不论是库伊拉开始招兵买马时的 这身编织感十足的黑色套装上 还是在揭发现场时的短款披肩上 不论是最后入主城堡的黑色外套上 还是在96年版本的库伊拉身上 都可以看到这种夸张、淋漓感十足的宝塔尖 宽大的肩部伴随80年代Powership的发展内程 或许本身就自带一分力量感 与此同时肩部也一直是设计领域的战场之一 加宽、加高、变形 各式形态都可以称为Milkless、Gabrelli、巴尔曼等的 品牌手下拿捏个性化的存在 所以回到影片中 这种元素可以为角色赋予一定的 足够张扬的气局型 在MV中也同样如此 加上成员身上Nafana、ACDC 以及背后拼接字样将态度拉满 整个散发的氛围就是 最后回到小娟的动漫套装 来自One X Blue 这身造型与红黑造型交叉出现 好像虚拟与现实在交替出现 又好像那个画满涂鸦的禁锢空间 与思义释放的空间在交叉出现 用口红写好大大的叉 就像歌中唱的 好啦 那今天有关唱部位的造型 就先到这里了 主要的内容还是根据创作者提到的 灵感来源库伊拉进行巴散 还是那句话 欢迎大家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想法 如果喜欢这种内容 想要看到更多 也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告诉我 我是安迪 下期见